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們現在正在汕口的海門鎮 那現在是差不多中午的11點半 我們要來試 攻略上寫的這個 熔發腸粉 那我們今天的攻略 這邊就是熔發腸粉 那海門腸粉的一個特色是 加入了皮蛋金針菇 臘腸還有粘稠的醬汁 而且本地人吃腸粉的 特色呢是用湯匙加筷子 我們平時只用筷子 沒有湯匙 是用來幹什麼的 我們去試一下海門的一個特色腸粉 這邊是腹子檔 老師傅是阿蘇 腸粉最出名就是他現在兒子接班的 我們來試一下兒子 手藝怎麼樣是不是有把他老爸 的那個記憶全部給 學會了 去完就是我們 腸粉的料 金針菇蝦仁 辣腸 還有雞蛋 這是他們海門鎮的特色醬汁 看起來很粘稠 裡面我看到的是有香菇筷跟蒜蓉 但是他自己點上盤肉 可以看到這個湯汁是滿多的 已經 覆蓋了整條糖粉 這邊的特色是配了湯匙 我們來接下湯匙是怎麼用的 為什麼要有湯匙呢 因為 因為有湯匙 他這個不是醬汁 是湯匙 我們平均的醬汁是用來調味的 他這個是可以喝的 作用不一樣的 因為有湯匙 沒有味道 有湯匙 但你軟的醬汁就能吃到的 但是現在 你去哪裡 會不可以吃湯匙 這個醬汁 我會吃醬汁 我會吃清淡 我會吃清淡 這個很香 很脆 好,我終於吃出它 這個長粉皮的特點 它這裡的長粉皮跟扇頭 我們平時很追求長粉皮很薄 是不一樣的 它這邊有點厚 那為什麼這種厚呢? 它是要做得它很滑 再加上這種湯汁混合在一起 挺入口的,非常的順滑 很嫩的內容感覺 但它又不是那種薄 它是滑跟嫩的內容 你吃什麼? 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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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乾的話,它就是強硬 再加進一次 再加進 所以,你先分開多分 那些東西 особенно,不要放滿 如果大家放在一起,